岁末年中大家都希望能够平安过好年 不过来自中国各地被四大银行 强制买断工龄的3000位失业员工 23号到北京营监会上访 中共当局却动用了大批的公安便衣进行解访 有300多人被关进酒禁庄黑监狱 部分的人已经押回到当地 今天上午再有1000多位买断员工 聚集在中纪委和信访局要求解决生活问题 3000失业员工24号上午聚集中纪委和信访局 要求解决问题没有结果 下午再度聚集银监会 当局已在现场严证以待 湖北前江市工商银行失业员工吴立娟表示 这次进京上访的买断员工有4、5千人 由于受到监控和阻挠 23号上午到银监会上访的有3千人 党田当局动用大批公安 便衣和解放大批 包围银监会和工行、建行、总行附近路口 有1、2千人在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 让我们开代表集团 让我们下午全部去银监会 银监会现在已经部署了 有20几台警车和10几台大批 各行现在已经都上来人了 要把我们都结回去 实业员工表示 当时被强制买断工龄 很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又没有一技之长 找不到工作 只能靠打工 艰难地维持生活 1999年以来 四大银行以改革之名 强行买断职工工龄 逼迫员工下岗 员工们集体上访多年却遭打压 被监控、殴打、绑架、关黑监狱、拘留、劳教等 新潮人记者雄斌丁宁采采访报道